末代皇帝溥仪 他的七个妹妹最后的结局如何 溥仪有三个弟弟七个妹妹 这七位格格 每一位刚出生就有三个庸人伺候 他们终日被陷在一个院子里玩 他们一日的花销 是普通百姓一年花销的几十倍 可他们十几岁前连钱的样子都没见过 这群养尊处优的格格 后来都怎样了 到底人各有命 说起来还真叫人唏嘘 大格格韵英 他生于1908年8月9日 是溥仪的第一个妹妹 不过在11岁之前 溥仪对这个妹妹 大抵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因为韵英出生几个月后 溥仪就进宫当皇帝了 此后一直困于紫禁城 直到11岁 太妃们允许会亲 溥仪才见到他的二弟溥杰和大妹韵英 溥仪的七个妹妹中 除了老六和老七 其他人的婚姻都被溥仪赐婚 作为了政治联姻 韵英是大格格 自然首当其冲 韵英被嫁给了宛容的哥哥润良 暗三格格韵影后来回忆 这位大姐姐的婚姻并不幸福 润良沾染上了鸦片 韵英度日如年 可是因为他是王府的格格 离婚是不可能的 而即便他回到娘家小住 都要被娘家赶回去 也许因为长期压抑的原因 韵英后来得了蓝尾炎 那时候已经有西医 可是郭罗罗家愚昧地认为 那是骗人的把戏 韵英就这样被活活疼死了 那时他才17岁 二格格韵和 1911年 在溥仪退位前夕 他的父母亲 又给他添了一位妹妹 他就是二格格韵和 自幼被养在 深宅大院的韵和 很小的时候 就有个梦想 那就是 当一名大夫 只为给祖母刘家氏治病 这刘家氏的病说起来 还跟慈禧有关 当年载风的嫡母 正是慈禧的亲妹妹 光绪22年 这位嫡母死后 慈禧到纯卿王府调宴 当时慈禧恶狠狠地 要将王府所有珠宝 都装到棺材中 给他妹妹陪葬 载风的生母刘家氏 就跪着在院子里接驾 时值大雨 雨中常跪一场后 刘家氏就落下了 腰疼的毛病 加之后来多次 遭受慈禧的刺激 导致他精神有些错乱 韵和试图 通过溥仪说服父亲 让自己去日本学医 但父亲却拒绝了 19岁那年 韵和被溥仪 指给了郑孝须的孙子郑广元 这当然是溥仪 借此笼络郑孝须 不过需要说的是 韵和和郑广元夫妇 婚后的感情 竟然还不错 婚后的韵和夫妇 在经历短暂的 英国和日本之旅后 便一直追随着溥仪 维满政府崩塌后 他们一直在东北流浪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才一路跋涉回京 途中甚至乞讨过 1949年后 她的丈夫 才进入北京邮政局 任建筑工程师 退休后 当了北京市西城区的政协委员 韵和则在1960年 才走进社会参加工作 她最初和几个同事 办了一个托儿所 积累了一定经验后 又被调到其他幼儿园 当负责人 1973年 她退休后 与丈夫开始安度晚年 2002年 以91岁高龄去世 三格格韵颖 这是溥仪的七位妹妹中 生得最秀美的 也是最得溥仪喜爱的 韵颖生于1913年 她的童年 与其他姐妹一样 也是终日在小院子里玩耍 待她第一次走出 王府的大门时 已经有十岁了 她的婚姻 同样被哥哥溥仪 作为政治联姻的筹码 在溥仪的止婚下 她被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齐 1932年 两人在长春举行婚礼后 便到日本留学 然而在日本的生活 比他们想象的要压抑 三年后 两人又回到了长春 住进了伟皇宫200米以外的御修园 每天下午 她都会和二姐去陪伴溥仪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后 维满随之覆灭 溥仪携润齐等人 欲逃往日本 后被苏军俘获 二哥哥 三哥哥 五哥哥和婉容等女眷 则被留在了大粒子沟 润齐走后 运饮深知归气遥遥 又不敢回到北京 所以 只好在东北流浪 也顺便等待丈夫的消息 这一等 就是十二年 这期间 她带着孩子 辗转于临江 通化等地 养尊处佑了三十二年的她 卸下华服做羹汤 摆地摊 他们穷困潦倒 儿子因为无钱求医 饱受病痛 女儿因为无奈可吃 差点饿死 直至1949年5月 她才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 时代的巨变 让她也改变了对人生的态度 因为识字 她被选为街道卫生组长 后来又当了居民组长 1954年 中央文使馆馆长张世昭 在旧书滩看到一本书 上面有三格格运营 写给溥仪的信件 被其幽默活泼的文笔逗效 便推荐给了老友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 亦被其文笔打动 几次让张世昭打听 这位格格的下落 1955年元旦 运营的字数信和照片 被送到中央办公厅 因为暂其走进人们群众 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随后让周总理考虑 是否为她酌情安排工作 以作为满足皇室的表率 1956年后 运营成了东城区政协委员 这让早年被困在身宅中 又经历一番苦难的她 感到庆幸 原来生活可以这么充实 和丰富多彩 1957年4月 润其被释放回家 后来被安排在编译社任职 还曾当过第六 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分别十几年后 这对夫妇在东直门的一处公寓 永远相伴着 1992年 具有传奇色彩的三格格运营 与世长辞 终年79岁 四格格运贤 她生于1914年 相对于三格格 她的容貌似乎普通太多 与几个姐姐一样 她的婚姻 也是由溥仪做主 她嫁给了她的同学赵奇凡 早年他们 也同二格格 三格格一样 全家追随溥仪至东北 幸运的是 1944年 因为感染了哮喘 运贤只好带着两个孩子 从维满返回北京养病 因此 避免了一番颠沛流离之苦 那时候 她的父亲宰丰还在世 回到北京后 她便住进了淳王府 解放后宰丰 将府邸卖掉了 她也拿到一笔钱 她用这笔钱买了套房子 剩余的钱 留着维持了几年的温饱 1958年 她得到了在故宫清理档案的工作机会 可这份工作 做了两年 便无事可做了 她本无一计傍身 一筹莫展时 正遇到普杰夫人从日本返回 周总理接见他们一家时 询问了所有人的工作情况 听闻运贤的难处后 便当场让人给她安排工作 后来 运贤进了一个塑料厂 做了普工 她的丈夫1948年去了台湾 当再次相见时 夫妇俩已分离了34年 经有关部门安排 她进了北京市民委任职 五哥哥运兴 运兴出生于1917年 她被溥仪做主 嫁给了清朝故城万生的儿子万家熙 后来夫妇俩追随溥仪到了东北 在违满期间 他们的住所 和溥仪的集西楼 只隔着一个院子 违满覆灭后 她回到北京 她的丈夫万家熙 1957年获使回京后 进入编译社 负责日文翻译工作 1972年病逝 而运兴则在一家饭店 做了出纳 1973年退休 他们的四个孩子 都念完了大学 并且都有了幸福的小家 1998年 运贤去世 享年81岁 六哥哥运渝 运渝生于1920年 与溥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她的生母邓家世 是她祖母的丫鬟 溥仪的生母死后 才被宰风续贤 邓家世为人本分勤劳 又独爱绘画 每日操持完家务 便自学绘画 正是在生母的熏陶下 运渝对绘画 也有了浓厚的兴趣 她自幼便开始临摹宋元名画 1942年 邓家世病故 她才22岁 却还没有嫁人 别说是父亲宰风 就连叔叔宰涛 都为她着急 后来经过一番衡量 他们为孕渝 选中了直立总督崇厚的 孙儿王爱兰 之所以想到王爱兰 是因为载套的正妻 正是王爱兰的姑奶奶 在双方交换照片 都同意了这门亲事后 1945年 两人正式结婚 应该说孕渝很幸运 因为王爱兰也喜爱画画 并且博温多才 两人结婚后 孕渝从王爱兰处 获取了不少知识 夫妇俩趣味相投 堪慰神仙眷侣 围满期间 而是留在了北京 新中国诞生后 他们在时差海 买了房子 自食其力生活 直至1961年 孕渝得以进北京画院 做起了专业画家 只是这位富有财情的格格 不太长寿 1982年1月8日 他因病去世 十年62岁 七格格运欢 运欢比六格格小一岁 是宰丰最小的孩子 1931年 溥仪前往东北后 他便很少再和这位哥格联系了 而溥仪对他 也几乎没有印象 1924年 溥仪被赶出皇宫后 为了避乱 他与父亲几处搬家 先到教堂后到天津 再从天津 回到北京 住处再便 不变的是 他每天都要读书画画 1945年 六姐出嫁后 他更加无聊 这时 有个学校的教导主任 因为看到许多孩子 无前读书 便有了半一所 职业学校的想法 他找到了运欢 运欢自然乐意 并便卖了自己的首饰支持 这是一所女子学校 名为监制女子职业学校 当时运欢已经改名 就叫做金智坚 1949年北京解放时 运欢已经28岁 可他还想加入青年团 因为超龄 他只能以团友的身份 参加组织活动 他的丈夫是乔洪志 两人经朋友介绍 谈了七八个月后 认为可以结婚了 于是 运欢求六姐给父亲说情 父亲原本想着 找个门当户对的 可当时见运欢已大 且非常有主见 自己又七灾八难的 只好由他去了 结婚十年后 丈夫因心脏病去世 运欢一人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 不过 他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 精神也得到了寄托 晚年的运欢生活很是充实 他和儿子住在一起 重新拾起画笔绘画 偶尔还以政协常委的身份 组织学习参观活动 2005年 运欢病逝 终年79岁 这七位末代格格 除了六格格 孕育走了艺术的道路外 其他都转型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有趣的是 他们竟一致改名幻性 如二格格改名金星儒 三格格改名金蕊秀 七格格改名金智坚等 事实上 这正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 在清朝覆灭后的缩影 往日天皇贵咒跌落凡尘 此情此景 正如唐代诗人所写千古绝唱 旧世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